雜質叫做NDMA 那些雜質就是這藥的其中原材料製藥的主要成份 那些物品可能會令人類患癌 所以陸陸續續就這件事 我就約見了衛生署和負責藥物的官員 其實開過會商量過的 希望引入一些更加嚴謹的藥品的監管 制度包括那些雜質 引入一個叫Q3D的系統 那今日我的問題其實就很簡單 就問其實有沒有好像食物安全那樣 我們會在入口食物的時候 會有抽驗的制度 在批發在零售層面都會去抽一些的食物出來驗 那因為其實你由源頭去控制 就比在市面去零售層面才找那些東西 檢查它有沒有超標有沒有毒 那為什麼在藥物或者疫苗等等這些 無論是口服針劑的藥物 它們入口的時候是不需要有一個抽查的制度 我不是說要批批鹽 逐粒鹽 我不是說這一點 但是我們是在香港來講 現在是沒有在藥物的入口層面去抽查 那政府說那些藥物要在香港賣是要註冊的 但註冊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叫藥廠給他們文件的 他們不會自己拿那些藥去抽查 所以在註冊藥物層面沒有做抽驗 然後在藥物入口的層面也沒有做抽驗 政府唯一做就是最後那一步的把關 但在市面他們會去買一些藥物 然後就來化驗的 那這個做法是政府說是行之有效 那我就說其實是錯到極 因為其實其他國家是不會這樣做的 那剛才我跟局長在爭拗的時候 局長說現在香港這個制度是跟國際的做法 那我就說他講錯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也都上網去找過 其實全世界的國家都會很留意 在入口的時候 是要有一些的import testing 即是一個入口層面的抽查 那包括了34個國家 那裏面在亞太區 Asia Pacific 中國已經有了 那中國就會對一些叫生物的製劑 是要求要進行入口的抽查 那然後印度 印度也都有 巴基斯坦也有 南韓也有 泰國也有 越南也有 那還有呢 西歐呢 歐盟也有的 那瑞士也有 那所以其實呢 數一數一下呢 我總共數過了 全球有34個國家 都是有某程度的 那些入口的藥品的抽查制度 那當然呢 譬如歐盟 他們有這個抽查制度 但是他們是會有一個所謂 Waiver 即是說是有一個豁免的 那如果那些藥品是來自一些有信譽的國家 或者是有信譽的一些藥廠呢 就可能是不用抽查 但是如果它不是的話呢 就是會抽樣本去查的 那問題就是呢 我們既沒有入口抽查 也都沒有這些所謂Waiver 註冊這些藥的時候 又不需要去檢查 只要看文件 那這樣我們的香港呢 就變成是一個自由港 是自由到大開中門呢 就是有問題的藥品呢 進來都不知道 醫管局可能買了這些藥 只要是註冊了的 就可以給市民吃的了 我們最近出現過幾個事故呢 那個關於腸衛藥的問題呢 都是在瑪麗醫院那裡 是因為病人出事 然後呢 才去中菌是發現的 那甲院超標的問題呢 就是藥廠通知政府的 所以其實衛生署呢 就是反應遲鈍 因為你沒有一個自己入口的抽查制度嘛 你就要靠藥廠告訴你 又或者到病人吃完之後 糟糕了 肚餓了 或者出事了 這樣呢 你才去追查那種藥 發覺原來有問題 那你要等別人告訴你 你才知道 你等病人告訴你 你才知道 那你這個衛生署就可以收拾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銀主張的建議是什麼呢 社會局 應該趕快去檢查我們 現在有的那個食物的安全 品質監控的制度 是研究引入在藥物入口的層次 起碼呢 是要抽版去化驗 那起碼呢 就不會完全處於被動 和滯後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樣做呢 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所為